随着果敢同盟军在彭德仁的带领下卷土重来 缅北四大家族鼎立的局面逐渐被打破 特别是当初背叛了彭家生的白、魏、刘三甲 想必如今也已经瑟瑟发抖 而如今树岛胡森散 曾经借着四大家族的东风成功引起关注的人 也开始逐渐低调 在这其中就包括了号称果敢第一美女的段佳玉 据了解段佳玉是果敢十元子人 在2016年之前他一直都在果敢电视台从事幕后工作 后来是凭借较好的面容和出众的工作能力 被领导破格提拔为了电视台主持人 不可否认段佳玉是有才华在身上的 不然他也不会主持新闻 播报天气预报和参加果敢好声音 不少人还说2018年是果敢的段佳玉年 他几乎霸占了果敢电视台的所有节目 然而这样的知名度并没有给他带来好消息 反而是收到了同盟军的警告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段佳玉都做了什么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作为果敢新闻的当家花旦 拥有绝对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最重要的是 他还多次以嘉宾的身份 参加了缅北四大家族的各种大型活动 而且在同盟军发起行动之后呢 段佳玉还曾经在电视上公开维护 以白家为首的四大家族 同时呢也对同盟军进行了贬低 暂且不说主持人播报的新闻 都是有稿子的 就以他目前的影响力 很有可能会煽动缅北民心 导致同盟军受挫 自然如今段佳玉是要受到重点关注的 这不很快彭德仁就亲自发出了警告 要求段佳玉不要在网上攻击同盟军 更不要与同盟军作对 否则就会被当成敌人对待 不过据说在警告发出的不久之后呢 段佳玉已经被人安全转移出了缅北 而且还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 乔装打扮走出去的 事实上除了缅北对于段佳玉 十分关注之外 我们中国网友也很关注他的动向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何缅北果敢的主持人段佳玉 会引起中国网友的关注 并且他的名字还一度成为了 网络热门话题呢 其实如果细说段佳玉的成名史 还要得益于他的能力 在他第一次在电视上亮相的时候 不少人都为他如此标准的普通话震惊了 就连不少中国网友都说 自己的普通话都没有段佳玉的标准 曾经一提到缅北或者是果敢 很多人最先想到的一个词就是 嘎腰子圣地 犯罪分子的温床 甚至网络上还有不少自称 中国远真君后代的俊男靓女 利用短视频平台欺诈中国人 相比较这些人来说 段佳玉并没有大打感情牌 反而是客进职守的工作 而这也让他成为了 缅北高素质和正义的代表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不少中国网友在听到缅北的混乱时 还会站出来关心段佳玉 甚至是呼吁要好好地保护 不过呢 这也是因为段佳玉没有其他的负面新闻 或者是危害我国利益的举动 如果以后他一旦被实锤了罪行 想必他也不会逃脱制裁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